大人哥 今天台股出現了預料當中的賣壓 而且中場是下跌了400多點 接下來台股應該要怎麼走 好 確實今天的盤中 有一度再創近期的新低點 那行情確實是震盪了一些 不過後續的行情 今天的盤後解盤 都會告訴你應該如何應應 請看今天的盤後解盤 歡迎收看今天的忍者無敵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施衛 在我身邊的是陳坤仁分析師 大人哥你好 施衛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大人哥 我昨天晚上失眠 睡不著 因為很擔心今天台股的開盤 想說不曉得到底會跌了多少點 但我覺得今天台股 比我想像中來得好 跌了400多點 只是可惜的是 幾乎是在盤中一度的跌破 不過前幾天的最低點了 這是不是一個警訊的浮現呢 大人哥你怎麼看 好 謝謝思維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覺得從今天的行情 先跟大家做一個結論 其實結論的話 跟我們之前的看法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至少我們這個低點 15 165的這個低點 依然還是守住的狀態 不過其實今天的盤中的時候 去掉一些比較大的震盪 我們等一下來跟投資朋友來做說明 我們剛開始的節目的時候 我覺得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這個 就是加我爛韓Telegram之外 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呢 我覺得最近這幾天 依然還是屬於一個 那個系統性的風險的問題 那最近的恐慌性的沙盤 依然是還有 所以在最近行情裡面的話 我的分析都會比較偏向於務實的 從數據面告訴你的分析 那可是如果盤中真的有什麼樣的波動的時候 拜託拜託好 就是請你顏色自己的個人的資金控管 然後做好你自己的停損和停力 甚至如果那種急殺的那種過程之中的時候 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你個人的一些操作面上面的風險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先警語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特別聽你在今天節目裡面 還要再次跟大家來做強調 原因是因為最近的行情真的太震盪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拜託你 就是落下的刀子不要接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你在等待好買點的時候 你會有更好的買點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必須要先跟大家做一個 第一個先很重要的提醒的 然後另外的話當然就是我剛剛前面說的 請你務必設好你自己的停損和停力的這樣操作 那另外的話呢 拜託你不要擴大 尤其是這個時間點 不要擴大你的槓桿 不要用你的融資交易 那這個時間點的話 務必守好你自己現在目前的一個資金的水位 那這個才能夠後續的行情回穩之後 你才有機會能夠拿得到 後面應該能夠賺得到的行情 所以這在特別聽你的部分先跟大家來做說明 好 那今天行情的話我趕快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其實今天一早的時候啊 我覺得沒有開得很低 因為雖然看起來好像期貨開了4% 然後今天的大盤的話也是開低震盪 可是呢其實在開低的這個震盪的過程裡面的話 很快的在盤中的時間點 大概就9點半的時候就已經拉到 跌到跌到差不多接近100多點的這樣一個跌幅 所以有一個比較明顯快速的收斂的這樣的行情 可是中場過後 盤中的時候大家應該有聽到就是兩件事情 而且現在已經確認了嘛 就是包含了像是那個停課的部分 那看起來就是那個就是 停課部分有在盤中的時間點去做影響 所以讓中場就是盤中的時間點 有一個比較大幅下殺的這樣一個過程 那另外的話當然大家知道 今天疫情的那個確診人數又再創下了新高 有333例 那這個都是在盤中的時間點 讓今天的盤中有下騷到近期波段的低點到1519 15159的這個價位 那不過中場的時候跌幅有去收斂 然後去守在了之前前波的低點之上 那今天的話下跌了473點 然後今天的成交量 有略微萎縮到了4802億元 所以這是今天的行情 那所以我們也看一下 最近跟大家提醒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呢 來 這是最近的大盤加薪指數 那大盤加薪指數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從前高17709 然後跌到了到那個 今天那個破低點之前 是1516 15165這個價位 那這個盤中的時候 就是這個波段的話 已經有下跌了2500點這樣一個幅度 那如果再看融資的減肥幅度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波段的減肥幅度 也有高達到接近400億左右 所以其實如果從一個下殺的過程之中 或者是說就短線上面洗心符合 這樣的過程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看到了一部分的洗心符合 所以這個要跟大家來做一些相關的提醒的 那另外的話呢 其實我們之前跟大家說過 因為其實所謂的疫情的這件事情 那比方說像是全球疫情 目前那個就是最嚴重的 當然還是印度那邊嘛 那印度的話 現在目前都還有30幾萬到40萬 每一天的確診人數 可是如果就印度的股市來說的話 其實就他們的一個行情來說的話 其實他們就下跌之後 然後似乎有一些都有一個回穩的現象 所以如果以短線上面而言的時候 在信心面難免一定會有相關的衝擊 可是如果回到所謂的股市 或者是說就整個景氣展望來說的話 其實它並沒有影響到現在目前的一個景氣展望 那我們等一下會說的就是包含像是電子股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到 其實有很多的個股都已經是屬於一個評價偏低 評價修正完畢之後的那個相關的個股了 那等一下也可以舉一些代表性的個股給大家 所以如果以疫情來說回歸到疫情 那這件事情它就是一個短線上面的一個信心的衝擊 可是對於所謂的中長線 或者對於一個景氣展望沒有太大的影響的時候 它隔一陣子 大家如果這個有一個像防疫措施 比較務實一點 比較嚴謹一點 比較大家自制力都很夠的這樣的狀況 事實上來說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可以很快的被控管掉 那也可以跟我們的像目前的股市去做脫鉤 那不過我講坦白一點就是有一些相關的族群 就是內需為主的像是觀光啦 像是那個餐飲百貨這些的話 他們可能會稍微就是會有那個衝擊面 會更加拖得久一點點 那可是如果就電子來說的話 就會稍微好一些些 就是後續的行情的話會回穩的關鍵 依然還是在電子跟半導體族群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我來 這個真的是我們真的感謝大家的一個 齊心自制力的這個部分 因為 週末的時候最感動的風景就是 到處都是空城 沒有人 真的是 真的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國民的自制力 非常非常高 那我相信這一次的這個難關 當然真的是蠻辛苦的一次 那短暫的辛苦會帶來後面更好的行情 所以這個是在跟大家一起來做一個努力 一起來做共同的打氣 所以在我們剛剛前面推論的 包含了疫情衝擊面不大 然後技術面來說的話守住低點 就很有機會在這邊去做盤抵達地 然後另外的話呢 包含了籌碼面 已經算是喜新福爾了 甚至是電子族群 都已經在這邊有一個落底 甚至是超跌的現象了 那這件事情的話會帶來後續比較有機會 在這邊去做穩盤 去做盤抵 然後再做向上的這樣子一個行情 OK好 那接下來也要請趙大人 跟我們做就各個類股來做這個不同的評論 首先我們先來關注到電子股的部分 今天的全職股的電子股當中呢 一直獨秀的是聯發科 但是其他的台積電 紅海跟聯電等等 跌幅其實不小喔 大人哥怎麼看呢 好 我覺得就是就大方向來說的話 因為電子股真的是一個大族群 那我們先把那個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叫做穩盤重心 一定要是半導體先回穩 因為他們最大 然後最具代表性 全職最重 所以我們來看幾檔個股的狀況 我們來自第一檔的話是台積電 那其實之前跟大家說過台積電 它現在目前就是一個 就是面臨一個比較 比較像是一個控盤的要角 因為這時間點其實大家都知道 679 它就是它的歷史評價的高的本益比 大概接近29 30倍的那個地方 然後昨天前天 應該說上禮拜的時候 有發生了一個這個 叫做超長的下影線 那也就表示說其實在上個星期 那個5月12號禮拜三的時間點 那個有一個比較屬於大幅下殺 1400多點的時候 它當然是難免被錯殺 被下殺 可是在下殺的過程中的話 我們看到 就是有DJ買盤去做進場 去做拉台 所以拉台積電 對指數的那個就是 對指數的回穩是最有效的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覺得台積電難免 還是屬於一個控盤的工具 所以如果以台積電來說的話 我覺得展望是依然是 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的 可是短線上面的話 那個可能是稍微需要去做一些 那個變成說外資在賣抄的狀況之下 或者說國內的政府基金 再去做互盤的狀況之下 那就會拖廠它的整理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有台積電的話 我覺得倒不用特別 你就不用去做殺低 因為我相信應該大部分的 買起來台積電的投資朋友的話 都是看長遠的台積電 所以這時間點 台積電稍微還是屬於震盪的 這樣一個過程之中 那可是這個時間點 如果回到549 那再如果以 550塊左右嘛 那如果以它今年 大概賺23 24塊的這樣一個獲利來說的話 其實這時間點的本益比 也都從歷史的高點29倍 30倍 回檔到現在目前大概這個時候 差不多接近22 23倍了 那當然這時間點不是最便宜 但是這時間點至少是一個 回到一個合理的評價區 所以這是台積電的看法 那我覺得有一些個股 都是回到合理的評價區 甚或是回到所謂的更 就是評價更低的地方了 那比方說我們繼續看一下 因為我覺得既然我之前跟大家說過 我看好的個股的話 我還是跟大家複習一下 這些相關的看法 那聯電 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就是之前的那個60塊以上 它就是一個20倍的 歷史高點的本益比 因為它的本益比 總是會比台積電稍微低一點點 可是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如果3塊錢的 今年賺可以賺3塊的聯電 那這個時間點又回到 大概接近45塊的這個價位的時候 那似乎又是一個 有機會的評價的低檔 低點了 那今年的聯電依然產生滿載 今年的聯電依然在去做漲價 所以後續我覺得聯電在這邊 去做區間整理的機會 是相對高一些些的 那就是 比方說像這樣子 我就簡單畫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呢 這裡有一個 那個大概接近45塊附近的 大概接近45塊附近的 這樣子一個低檔區 然後可是呢 一直往上漲 漲上去之後 當然你會看到這個62.7嘛 但是這邊其實大概60塊60塊 大概接近60塊左右 所以聯電看起來它就是一個區間 區間操作 唯一的聯電 那我覺得這個是那個 就是評價合理之後 就會發生的現象 那 這是評價合理的聯電 那我們再看一下 其實那個之前有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還蠻看好那個 這個鴻海長期間的 這樣一個轉型的過程的 我稍微調一下這個 把它調外資的部分 好 來 這是鴻海 那包含了成交量跟外資 我都給大家看一下 那當然前一陣子到前高的時候 那個鴻海它就是 因為前一陣子是外資買上去的 那因為可能大家那時候都在想說 那個如果鴻海它在 它的法術會的時候 有釋放什麼樣的利多的時候 電動車的利多 轉型的利多 那都會後續的 鴻海會有一個比較波段的行情 往上的行情 那可是那一次其實它並沒有說 到一個很多的利多 因為他說他們電動車 可能要到2022年到2023年 那個營收才會進來 那實質的轉型 才會在那個時間點看得到 所以就在134塊的鴻海 一路這樣就下殺 殺到了到上禮拜為止的話 竟然還一度破了100塊這個價位 到今天為止的話 還收在98塊這個價位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外資的賣超 從4月開始以來的賣超 到最近這幾天 已經有一個明顯的 似乎減輕的這樣一個現象了 那這個賣超賣壓 甚至在最近這幾天 已經轉為小幅的買超了 那如果我們再看今年的鴻海 大概可以算個9塊錢左右好了 那如果9塊錢 這邊已經接近100塊這個價位 那其實本益比 也回到了大概11倍左右而已 如果有這麼樣大支的權值股 這麼樣佔 就是這麼樣重心 這麼樣的一個重要的權值股 它只回到了10倍本益比 11倍本益比的話 其實這邊都是一個不用再去做殺低 或者是錯殺的底點 所以這是鴻海的部分 那當然也可以看一下像是鴻海 它就上禮拜的時候 也都有這個下影線跑出來 那這個下影線 其實我們也可以在那個 這個來的 就是像剛剛我們看到台積電這邊 有518這個長下影線 5月12號的長下影線 對啊 或者像是大盤也是一樣 有這個長下影線 所以這個長下影線 都帶來著一個支撐 或者說帶來一個低點有限的 這樣子一個指標意義 所以這是大盤也是 然後台積電也是 然後鴻海也是 那我們再看一檔 就是我們每次都說 它是被錯殺苦命的 那個5G的晶片龍頭 這個有沒有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的 聯發科 聯發科也是一樣 所以雖然看起來好像 它外資依然在做賣超 可是我可以看得到 這個現象是在 其實它在前幾天 已經有出現了一個 我把它放大一點給大家看 821塊的這個低點 那我常常就說 聯發科它今年怎麼樣 都是賺60塊啊 那如果賺60塊 這個時間點900塊 其實只有15倍的本益比而已 那如果15倍的本益比 其實這種都是對於那種 那種大型的 而且指標意義的 成長的個股來說 它都是偏低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們看到很多的電子族群 已經都回到了一個評價合理 甚至是評價偏低的 這樣子一個過程 所以依然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這時間點 如果行情要能夠回穩的話 那當然還是要看電子族群 或者是說這個時間點 要能夠行情能夠 人氣回來的話 至少這個時間點 電子的成交比重 要能夠穩 就是穩穩的回到了5成以上 甚至是穩步的往上去 然後讓這個後續的 讓那個垃圾 那垃圾可能大家會覺得 不是好事 可是至少先讓行情回穩 或者說至少先讓人氣 能夠有重建恢復信心 那這對於後續的行情 是更有幫助的 所以這是從大方向的電子族群 來分享給大家 好 那另外盤中我們看到 今天大盤 漲最多的應該就是生技股了 這些抗疫股 就跟著疫情出現的股票 大人哥怎麼看 今天一開盤就全部漲停 我覺得講這一題有點困難 因為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盤中 上面有一些 這是 這是今天的三大法人 今天三大法人跑出來了 那我們來順便看一下 今天三大法人的話 外資是買超了334億 好像不錯 買耶 買超 對 買超 那至於是買什麼的話 我們晚一點再幫大家去做相關的更新 沒問題 那另外的話 我們當然回到那個 今天剛剛思維講到的 就是那個抗疫跟防疫的族群 對 那如果以今天來說的話 其實大家會那個 因為我其實我上禮拜跟大家提醒過 就是就所謂的防疫抗疫 這些相關的個股跟族群的話 他們都是用題材的觀念來去看待 所以既然是題材來說的話 那就用技術面操作比較適合 比方說像上禮拜的恆大 那它原本就是有沒有漲停之後 然後 我要切一下 來 漲停之後呢 1325 來 漲停之後 再漲停之後 再漲停之後呢 禮拜五的那天 竟然有一個爆大量開高走低的 這樣一個現象 而且它是一個就是 那個留下一個高檔的 那個爆大量的長上引線 那通常這件事情的話 叫做是準備要去做休息了 那可是休息的這個過程之中的話 沒想到那個週末的疫情又擴大嘛 然後結果沒想到 今天又砰一下又跳空漲停 而且今天的恆大是一架鎖死的 對 所以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你要去操作防疫的族群的話 我覺得就是 我還是只能講說 那個因為它畢竟是題材面 那畢竟還是屬於技術面操作的 所以那個 如果你不能看盤的話 你對於這種個股的話 請你那個就是保守看待 那如果你真的能做 能去衝的話 你還是一樣收好 你自己的停損和停力 你看今天成交量的話2000張 然後呢今天已經鎖了 那個19000張還有這種市價的部分 那這個其實就是 就真的是屬於一個順勢的這樣一個部分 那可是如果 我們再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因為其實如果就 那個恆大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財務比率 那如果它今年的獲利 應該說從去年的Q4 Q3的時候 原本是8塊錢 一季賺8塊 對 然後到一季賺6塊 到今年的第一季的時候 它其實今年第一季只賺了1.84元而已 差距滿大的耶 差距滿大的 對 然後勝貨是說如果再看一下 它的那個營收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好 它的營收的那個 也就是走一個比較屬於衰退的趨勢 那勝貨是我們的那個 蘇院長他也說 其實我們國內的那個口罩 其實是非常非常充足 是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可能還是一樣 題材操作 那就不用特別去做深入什麼什麼 什麼基本面的分析了 那可是呢如果像其他的個股的話 我覺得也都是一樣的狀況 像那個快賽族群 那1760的保齡附近 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基本面的狀況 也都是 你看它這裡去年的 因為去年的Q4的時候 好像賺了0.49 結果今年的Q1的時候又虧了0.32 那如果再以它的營收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它的營收的月增率 或是它的那個 四月營收的月增率的話 是那個是-10%的 甚至如果以年增率來說的話 其實也沒有大幅的成長 那怎麼樣 它們都是還是屬於一個那個 消息面為主的 它當然一架漲停 所以這種我覺得就要說 來得快 但是後續去的也會快的這種個股 那就只能說 技術面操作就好了 好 結果思維問了我這麼艱深的問題 那我就快速的回答一下 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當大家都在討論 有關於這個生技股 或者是抗疫股的時候 要請大家特別的留意一下 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如果它並沒有實際的營收 但是股價一直漲的話 那可能大家要操作 就要從技術面上面 就像你剛剛講的 對 一樣的來做個留意跟觀察 對 那這次高端疫苗我順便講一下 你會發現這個怎麼會營收 控格 控格又控格 對啊 原因是因為它就真的沒有營收 不是有BUG嗎 不是有BUG 然後但是它怎麼樣 今天還是一樣去做創高漲停 有沒有 然後今天的話 其實就是技術面的 那個技術面的角度去做操作的話 你可以做得到這種個股 那這邊有一個順水 就是順水推舟之後 就是整個單單之後一個順水推舟 因為它突破了高點了 可是這種就是 就是那個 這種就是純粹是用題材面去做操作的 因為如果說什麼 國內七月份的話 就要有那個 國內生產的疫苗要出來的話 這種就會有一些想像的空間 那想像空間的話 就會來的快去的也快 所以這個再補充一下下 好 那可是除了生技股之外 我們在上上個禮拜 非常非常夯的傳產股 今天也都紛紛的跌停 比如說大家很喜歡的陽明 長榮 甚至還有像是鋼鐵類的中鴻 今天全部都是跌停的 大仁哥怎麼看呢 我覺得因為那個 其實航運個股 或者像是鋼鐵個股 那種原物料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上禮拜已經跟大家分享的 分析的蠻多了 那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大方向來說 他們基本面沒有改變 可是這個時間點變的是什麼 變的是籌碼面 那這個時間點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個股 我直接切給大家看一下 來 有一些個股他們現在目前的問題 是在於這時間點 已經有所謂的 比較明顯的賣壓出籠了 那這些賣壓是誰呢 比方說像是那個航海網陽明 那個如果大家看那個PTT的話 會看到它有那個航海網公佈了 它的持股有20億市值的陽明 那是大概在八九十塊的那個時間點 那個價位 那可是如果再看一下最近 我這邊把投信切出來 這時間點我覺得你可以留意一下 投信的一些操作 因為這時間點的投信 他們的操作的部位是非常 非常之犀利的 如果他們真的在買進一檔個股的時候 他會一直買 不斷買 不停買 可是呢如果他們在賣一檔個股的時候 他們會不斷賣 不停賣 一直賣 所以上禮拜的陽明 他就接受到了投信這樣子一個 無情的連續三天的賣壓 那另外一個的話當然就是 那個我們的散戶大軍們 現在目前正在做一些 還在做沖沖熱的還是有 那我每次都要提醒大家 每次你在做這種高檔沖沖熱的時候 你真的要 特別留意風險 那個風險真的是滿高的 那如果你在看一下 上禮拜的一些相關的新聞 像是這個有沒有 他有一個小白他說 他說他好牌打到輸 那陽明散戶有一個畢業文 他說你看他當初的時候 就跟著航海網去OA陽明 全都投了 對啊 然後他原本是 原本是說有賺錢 結果在100塊的時候還去 那個還是去加碼 然後往下跌回來 去吞什麼吞跌停之類的 然後甚或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那個上禮拜的時候有公告 就是說陽明長榮跟中紅的違約交過 有標1.78億元 然後光光單單陽明一天的話 就1億的違約 然後呢長榮的話有3500萬多的違約 然後中紅的話有3000多萬的違約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覺得有太多太多人就期待著 好像那個之前賺得到的陽明 長榮 中紅這些相關原物料 這時間點還要賺 可是這時間點的籌碼面已經是不一樣了 那甚或是我們像今天的那個相關的個股 也都是一樣的狀況 那今天的那個陽明也是一樣啊 開低之後好像拉回到平盤 讓你覺得說 他是不是準備要去創高了 結果進去的人今天又推一根跌停 那我說上禮拜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上禮拜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好不容易回到平盤 結果還塞一根跌停 然後在禮拜四的時候吧 大家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天是直接跌停之後 然後打開了 然後也是那種讓大家覺得說 打開了嘛 可以去衝一下 結果又趴下去又跌停 所以長榮 陽明這些都是一樣的 在短線上面外資轉賣超 然後甚至像是籌碼面的問題的時候 你還是要留意一下 這時間點你如果再去太偏短線操作的時候 你都會有這種很辛苦 會吞到那種相關的虧損的狀況 那它的未來 它的基本面依然是好的 只是這時間點的籌碼面是 讓你會比較 比較操作面上面會有很高很高的難度的 好 所以真的是要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我們要做長期投資 但是不要做短期的投機 還是要特別的提醒 尤其像如果您是陽明 投資陽明的朋友 早上10點多進去 拖那一根跌停板 可能有點難以拖身 確實是 那接下來要來請教一下大仁哥了 是不是就您剛剛所講到的 比如說投信在這個時期 跟別人是反向操作的 投信已經是連續還今天第9天了 對 連續第9天全部都是買超的 投信在想什麼 他們為什麼持續的在買超 他們在怎麼佈局 投資朋友可以跟著他們來做嗎 好 我覺得世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因為這個時間點 確實我們看到一個不尋常的現象 就是怎麼竟然 投信在這個時間點 有一個這麼樣的連續密集的 買超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當然我講一個比較坦白一點 就是這時候的錢啊 那個投信的錢不是他的錢 那投信的錢是我們投資朋友的錢 就是那個 畢竟我們是 大概是去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請投信來去做基金的操作嘛 對 那不過我覺得 往另外一個方面思考 就是說投信敢在這個時間點 去做大幅的買超的原因 還是因為這個時間點的大盤 已經到 來 我們切一下大盤的這個現象 就這個時間點的大盤 我覺得已經到了一個 叫做是評價合理 評價偏低 甚至有一些超跌的現象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來說的時候啊 如果之前投信買太多的 那這時候他們改成是做賣出 去做到貨的話 這種當然是先避開 可是如果這個時間點 他們去做進場的話 我覺得可以符合我們之前的說法 就是 我在把我們之前的最後的結論 再給大家 當然最近的行情就是 還是要那個剛剛的景語 有給大家看過了 就是你還是要那個 不要光看我的節目 就去買股票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以下的個股會先反彈這個概念 我覺得還是依然存在的 那只要是行情回穩之後 先不要揭露一下刀子 只要行情回穩之後 我覺得Q1的季報加 然後甚或是4月營收 優於預期的這些相關的個股 會是後續的一個反彈 主要主流的先鋒 然後甚至是股價超跌 已經跌到合理的評價的地方的話 很有機會都會帶動 後續的一個上漲的行情 那甚至呢 如果你可以看到這幾天 有逆勢的抗跌 或者是已經領先止跌了 然後我這邊再加一個第四點 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 不知道買什麼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 頭信買什麼 跟著頭信買 上面以下 就是1 2 3都符合的狀況之下 頭信先去買的 那就很有可能 你可以跟著頭信 一起來做操作 或是你可以多吃一些頭信的豆腐 因為頭信一買是連續買 可是你可以用很靈活的方式去做操作 那我們的舉例幾場個股 敲碗敲碗來舉例 舉例幾場個股 其實我們等一下在熱掃電的時候 也會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 來 我覺得之前我們跟大家分享過的 那今天的育態有沒有 那今天的育態的話 竟然一度有去做創高 那它最後的時候是上漲了4.46% 可是如果以這樣的角度來說的時候 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跌到了季線之後 就先止跌 先反彈 然後先去做創高 那可以看到這是頭信 然後 率先反彈 然後投信加碼 買 對 然後5月13號的時候 5月14號的時候 投信連續買了兩天 然後結果今天就去創高了 所以這是育態 我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個股 當然不是 我這邊是跟大家舉例一個例子 不是叫你看了我節目 趕快就去買的這樣一個狀況 然後另外一段的話 也是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的技嘉 那2376的技嘉 其實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幾乎外資從2345 這樣一六買一直買一直買 買上來的 然後它在上禮拜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比較麻煩的事情 就是它講了什麼 它大部分的都在國內這邊做生產的 所以有一度引起了中國那邊的 不太開心 對對對 不太開心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可是呢 其實我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短線上面它真的有超跌了 對 然後投信的時候也去大買了 那投信敢一天買2900多張 我覺得這真的有它的一個含義在 然後它也快速的領先去做反彈 然後甚至今天有去做創高到110塊 那中場的話是收106塊的這樣一個水準 所以投信這時間點他們敢去買 通常都是平價偏低 平價合理 趨勢成長 這些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那另外一檔 而且技嘉今天已經又站回季線了 也就站回 技術面上面也率先的持跌了 對 因為今天大盤還跌了400多點 它今天還上漲了6.5%左右 那當然不要都說漲的 我會看一下跌的就是那個 這等一下也會在我們股市炒店裡面 跟大家來做一些相關的說明 像是9921的巨大 我覺得自行車的這個題材是有機會的 因為這時間點好像看起來好像疫情又 有不管是那個就是疫情的控制之下 或者是說疫情的一個那個 失控的狀況之下來說的話 其實後面的這個所謂的電動自行車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那個運動的題材 它都會在未來去做發酵 那這個巨大的話 它其實後面的這個訂單的能見度 都已經高到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了 所以這些相關的族群的話 如果投信敢在這個時間點去做買進 那當然前一陣子它在4月的時候 買了一些套在高點了 那但是它這邊的話又看到它的一個 加碼的動作發生了 所以這些個股 我覺得都還滿有機會的 在後面就是行情回穩之後 然後那個趨勢成長的個股 那領先守穩的這個個股 投信買進的個股 都會是後面很有機會的 發動的這個個股跟族群 那這個是先分享給大家 好 因為今天時間真的不夠了 我們已經大大的抽食了 但是今天因為跌太多了 而且又剛好是回來上班上課的第一天 所以大人哥多講了一些 希望讓大家可以感覺到比較安心 那大人哥最後還有要特別提點大家的部分嗎 我覺得最近行情真的還是一樣 回到我們剛剛前面說的 落下到只不要接 然後不要擴大融資槓桿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說 拜託你就是請先收好你自己個人的操作 停損停利跟資金控管 因為後續的行情的話 我覺得就算守穩的那個低點 那往上面的話 其實還是有一些套牢的反壓 解套的反壓 所以後續的行情如果可以在這邊 去做震盪的這個過程的話 其實不是壞事 那震盪的過程之中的話 會有好的股票浮現 那後續的行情的話 如果你覺得你不知道怎麼操作的話 也歡迎加入我們行列 那我一樣就是說 那個我會幫你去做 每一檔的個股的持股的檢視 那幫你去做太多換牆 然後幫你去換到下一波 比較有機會的那個個股根族群 然後不要讓你在那邊就是 好像在那邊不知道 股市上面就浮浮沉沉 那是比較辛苦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覺得這個非常的慌亂 不曉得該怎麼樣操作接下來的股市 或者是手上的這一些股票呢 全部都是跌跌跌 而且跌幅都已經超乎到了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不曉得這是不是應該要立馬斷頭 馬上重新再起爐灶 等等各方面的問題 你都可以來請教陳昆然分析師 請大家可以加入陳昆然分析師的 Liant跟Telegram 完全都是免費的 可以跟陳昆然分析師 在Liant跟Telegram上面 來做更多的交流跟互動 有任何持股的問題 或者是個股的見證問題 都可以來請教陳昆然分析師 完全都是免費的 那也請大家加入之後 可以留下您的姓名跟電話 更進一步的來跟大人哥做互動 我們也非常謝謝大人哥 謝謝大家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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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 對 大家才不會錯過每天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訂閱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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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要來跟進一步的影片 相關歡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